本场讲座我们邀请到了飞达教育卫星老师 卫老师是飞达教育创办人兼执行长 在1982年以全额奖学金被著名长春藤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 随后在华尔街及硅谷成功创业 在此期间他也担任过宾大的录取面试官 为长春藤母校挑选出类拔萃的未来精英 本场演讲主题是 不要再问要上几门AP课才能进名校 搞懂高技校选课策略 就听这一场 很高兴又回到今年的这个世界报教育展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呢 应该是根据最新的这些招生的动向 对吧 到底华裔高中生亚裔高中生 应该怎么去利用高中期间这几年 好好的做各个方面的充分的准备 能够将来申请大学的时候 与众不同脱颖而出 真正能够争取到名校的机会 那可能今天大家也都听到了不少 这个各个关于这个所谓课程 学术竞争优势方面该怎么样去培养 高中生该通过什么样的机会 能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那我今天呢 也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升学的过程当中 学习 学习成绩等等 确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说一定不要忘了 这个根本还更根本可以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那我在讨论今天这个所谓AP课程的重要性的同时呢 我也想给大家提供这个更更全面的一个 这个所谓战略吧 让家长和学生一定不要忘记了 在抓自己学习的时候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要关注的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就是说简单的 先设定一下这个整个框架型的东西 到底是些什么 对吧 要想上Harvard Sanford等等这些名校 该怎么去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这三个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一定一定很重要的 那我们看看这三大方面对吧 其实唯一跟学习有关的就是 那这个方面其实就是除了学习好 还要有很高的这个行商和领导潜力 也就是滕孝经常说的EQ and LQ Leadership Quotient 那其实Stanford把它解释得更清楚 所谓领导潜力在哪里 Leadership Quotient在Stanford 他们专门有自己的用词 他用contribution Quotient 我觉得这个更有说明 这个更其实更更详细一节 为什么你的贡献在哪里 可以你为他人为家庭为学校为社区 甚至大于到为社会到底做了哪些贡献 这才是衡量每个年轻人所谓领导潜力的最根本的东西 当然除了这些基本的所谓IQ EQ and LQ 或者Stanford CQ以外呢 每一个华裔亚语学生我觉得该抓的 就是所谓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和敢于担当风险的 所谓taking initiative taking risk 这方面也得真正有很突出的表现 那当然最后一点 我一直强调的也是飞达教育这么多年 一直坚持的理念 也是为什么飞达这么多学生 很成功的进名校的很根本的东西 那就是有这个所谓关注他人 关注社会的情怀 对吧 所谓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这个一定是所有这些成校 不光是Harvard University Person Stanford MIT等等这些学校也一样 其他的所谓这些顶级的名校 其实招生的很重要的一关 他就是你这个所谓对吧 unselfishness, empathy and service 那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所以我在这再次强调一下这一点 那当然这个是直接的这个所谓把门人 这些所谓gatekeepers 对吧 腾效的招生班的主任 他们其实分享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稍稍关注一下的话 真的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些所谓决策人的价值观 这些学校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所谓关注他人关注社会的理念 对吧 Stanford大学要求他所有的申请的年轻人 不光是知道他们到Stanford大学之后 想学什么专业 对吧 not just to declare your major but to declare your mission 他是要知道这些年轻人 拿到Stanford学会 这个Stanford的文凭之后 对吧 到底是要去做什么 他们的使命感在哪里 他们的肩负的重任 使命到底是什么 这才是真正去明校的关键 所谓成绩好的基础上 其他所有这些软性的竞争实力 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说 重点讨论的话题 是怎么在学术这方面 而学术这方面又有很多 对吧 包括学术比赛 包括科研的经历 科研的这个竞争优势 那我今天呢 就不花太多时间 在学术竞赛和科研这两方面 去讨论了 主要谈一谈AP的课程 因为这也确实是最近 很热门的话题 那这个AP成绩到底有多重要 AP的这些记录 对吧 records 那也就是说 你上AP课的成绩 和你每5月份 考AP考试的分数 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我们看一下 不光是家大 Berkeley UCLA等等这些 名校招生的手势 私立学校就更不用说 他们审核的标准里面 其实有相当多的部分 都是跟AP课程相关的 对吧 我今天这已经 列出来的就有 这么七大 所有这七大方面的考虑 其实都跟学生 这个所谓AP课程相关 OK 那这还是在标划考试之后 那这标划考试 你想想 现在越来越边缘化 很多大学今年都还是全部 不看标划考试 或者说标划考试作为 Optional 对吧 所以实际上相对 这个AP的成绩 AP的学习记录 更重要 而APAP之间 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大家一定不要混淆 这个 比如说AP拉丁文 和AP中文的这个考分 OK 虽然这两个考试 都不是很多人考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原因在哪里 AP拉丁文 最新的这两个考试 不到六千人 这不是说 大家不想竞争 不想跟你比 是没有人能够跟你比 因为确实 懂拉丁文 学拉丁文 而且拉丁文 学的好的学生 只有那么多 所以每年 还不到六千人 都能参加AP拉丁文的考试 那你想一想 而这个得五分的 只有11%左右 那你能够又参加 AP拉丁文的考试 又能够考五分 是不是相当有竞争力 当然是 对吧 那同时 也是外语的一门考试 中文考试 我们平时经常说 这个考试 虽然中文很重要 对吧 现在年轻人学中文 将来职场上 这个肯定是有各个方面的 这个很独特的机会 那中文好的学生 中文好的年轻人 肯定是有机会的 但是中文作为 美国升学这条路上 是不是加分的东西 其实没有太多加分的作用 对吧 只有不到一万四的人 参加比赛 参加这个考试 那是不是全美国 只有一万三 一万四的学生 真正懂中文 真正AP中文 能够考得好 绝对不是 几十万 但是只有不到一万四的人 愿意跟你比 在这种情况下 接近半数的人考五分 你说这个考试 有竞争力吗 对吧 绝对没有 他的分数线太低了 对吧 太多人考高分考满分 所以就是说 你也考个满分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特别又是 华裔亚裔学生 考中文考满分 根本没有竞争力 OK 那这个上面 其他的这些考试 对吧 大家看一下来 法文和西班牙文 就稍稍不一样了 法文稍稍多一点 对吧 西班牙语在美国 其实不光是 真正有十几万人 跟你竞争 而且考五分的 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学生 对吧 而且呢 我们又不是西班牙 语系作为母语的 这个民族 所以这样的 这个外语的话 其实在 不光在实用程度 在升学这条路上 也是蛮加分的 对吧 那再往下看 考试人数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像宏观经济 微观经济 对吧 都是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十五 左右的人考五分 所以就说 慢慢的 对吧 考试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种考试的 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分数线 就有一定的竞争力了 对吧 你再看一下去 这个 人文地理 美国历史 AP 英文 语言 对吧 这些考试都是 非常有竞争力的 特别你看 这个 AP美国历史和 AP 英文语言 这两个考试 对不起 都是四十多万 五十多万人 参加考试 那在这么多人 考试 而且只有百分之十 左右的人考五分的情况下 你能够考五分 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就说 这个AP考试之间 你不能只把你 所有的AP分数 加在一起 你处理这个门数 你平均 得了四点几 这个是不是很高 其实不是的 一定要看是哪一门 他每一门的分数线 都不一样 参加考试的人数 都不一样 所以大学实际上 考虑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APAP之间 绝对不是能 等同的 画等号的 哇 你一看 好几个五分 结果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 竞争力的考试 考了五分 也没太大加分的作用 相反的 你像这些 考试的人数 相对又多的 特别是 本来大家都 学这门课的 那考试人多 是很自然的 对吧 不像有些考试 那你像拉丁文 对吧 我刚才指出来的 本来就没有太多人 真正懂拉丁文 学过拉丁文 所以没有太多人 跟你竞争 那你在这个小 非常小的竞争人群里面 还能够考好的话 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就说 这些 至少 绿色的 highlight的这些考试 实际上是蛮加分的 当然 其他的这些考试 对吧 你像生物啊 这个统计学啊 等等 也都是20多万人以上 考试 对吧 而且这两门考试 考五分的学生 都不到15% 所以就说 实际上也是 很好的一个平台 也有蛮多的高中生 跟你竞争 同时呢 你能够考五分 真的是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那其他的 在另外一个层面 对吧 像AP Seminar AP Research 这种比较难的 没有太多学生 能够有机会上的 这些挑战的AP课 对吧 我们看AP Seminar 只不到4万人考试 AP Research 才差不多刚刚 15000 对吧 那在这样的考试期间 这样的考试里面 你就算是得三分 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没有太多人 能够跟你竞争 你已经是全国高中生里面 非常优秀的一份子 你所谓得三分 只是跟得四分 得五分的这些上过AP Seminar Research 学生相比稍稍差一点 实际上也还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 因为在全美国 一百多万高中生里面 你能够是这个 出类拔萃的 前一万两万 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就说AP考试之间 不是说都是打等号 这门考试和另外一门考试 五分都是一样的 或者说三分都是一样的 绝对不是这个概念 还要看是具体哪一门的 三分 四分 还是五分 所以就说你如果把这个 太多华裔亚裔学生都考的 维基分BC 或者电脑Advanced 电脑A 或者说这个物理C 力学 对吧 你一看 这个考五分的实际上 都有25% 26% 甚至像Colculus BC 这样的维基分BC 这样的课 40%以上能考五分 对吧 所以 虽然你需要去考 你上过课 绝对要去考 你不考根本没有精神优势 你考的话 只能准备好考五分 OK 五分都没考到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太大 竞争优势 所以这些AP的考试 是哪一门的考试 一定要 这个就是说 怎么说 每一门都要好好的准备 OK 这些有竞争力的考试 当然你能够考得好 会非常加分 时代太挑战了 分数线太低的 那就更是要去好好准备 绝对不能考 低于五分 因为本来它分数线就低 对吧 你能五分都考不到 真的很难有竞争优势 那我们看一看 今年这个贝达 AP Seminar 和AP Research 这两堂课的 学生考试的分数 分布情况 好吧 那考五分的学生 占42% OK 这个加州的是13% 全国的平均值 是12% 对吧 这个考五分的学生 所以这个贝达 这个上三分纳的学生 考试的分数 五分的是全国平均值的 三倍到四倍 OK 考四分的 也是几乎两倍于 这个全国和加州的 这个考四分的学生的比例 考三分的 当然因为前面四分五分的高了 所以考三分的 全国的比例是超过半数的 那贝达这堂课的学生 是三分之一的左右 稍微低于三分之一的人 考三分 没有人考两分和一分 OK 所以这个 整个Seminar的考试 是非常非常有进展优势的 那这个也体现出 就是说在贝达 所有这些学分课 AP的学分课 绝对不是像很多其他的所谓机构这样 只是开课后补习的补习课程 或者说Test Prep的课程 给贝达的所有这些AP课 包括AP Seminar AP Research 都是College Board Approved WASC认证的正规的AP学分课 所以这个是 可以拿成绩单 直接递大学申请的时候 可以递的 那很多学校或者说校区 接受校外的这个学分课的 这些转学分的话 所有这些成绩记录 都可以直接转到 学生高中成绩单的 不过就说转不转都没关系 最后都是可以直接递大学 所以申请大学的时候 大学会重新计算 所有这些申请学生的 GPA的分数 那这个是AP Seminar AP Research也一样 考五分的学生 是多于两倍 高于这个加州和全国的这个比例的 那考四分的学生呢 也都比这个全国和加州的 这个百分比要高得多 三分的 相对全国的和加州的比例就要低了 那这个两分和一分的也一样 是远远低于这个全国和加州的平均值的 那这个 当然平均分数也是比全国加州的都要高 那值得指出的是 其实在飞达的这些学生里面 如果有这三位提前被Stanford Yale和Prinston 录取的学生 他们最后是没有提交他们的整个research的research paper 所以就没有AP的分数 如果他们提交的话 就是这三位学生 他们的paper绝对也是拿五分的paper 这个AP research是唯独所有AP课程里面 没有五月份考试的 他的这个AP的分数 实际上也是把学生一年做research的paper 提交给college board去打分 所以就说如果这几个学生的五分加上去的话 那飞达的这个考五分的学生比例更高 所以总的来说 针对AP的课程一定是得抓紧时间 对吧 前面我们看到有些这个所谓规划的 要想上名校的学生 对吧 11年级12年级才考虑开始上AP课 其实这都不够有竞争力 特别你如果没有什么文艺活动 音乐舞蹈体育方面的这个所谓特长 对吧 是所谓作为特长生特招的话 8年级9年级10年级就得开始上AP课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有12门15门甚至18门的AP课 对吧 飞达去年被Sanford录取的9位学生里面 平均AP课程是15点几门 OK 所以就说那你11年级12年级再上 每年上5门也加起来才10门 OK 所以一定得早一点开始 而且AP课程里面呢 又有很多比如说像AP心理学 对吧 AP人文地理 AP统计 AP宏观经济 微观经济等等等等 甚至包括AP物理一 AP物理二 如果数学基础好的学生 对吧 9年级就已经在上高等代数 三条函数 或者说已经在上微积分预修等等等等 甚至我也看到有很多被拿的学生 9年级就已经在上微积分的课程了 对吧 但是完全可以开始上AP物理课的 特别AP物理一是代数作为基础的 对吧 力学的部分 所以完全是可以胜任的 实际上 所以9年级10年级学生 很多AP课已经可以考虑 很多公立学校 学生上不了AP课 是因为学校没有这些资源 所以很多AP课都是留给高年级学生上的 所以为什么9年级10年级学生没法上AP课 但是有校外的平台 对吧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费达的这些AP学分课 是College Board Approved WASC认证 OK 所谓WASC是美国最高教育认证机构 对吧 Stanford大学 Berkeley UCLA和大家小朋友就读的高中 不管是私立功力 在美国西部都是WASC作为最高的认证机构 OK 所以这些课程实际上 所谓跟学校的课程来比 更有竞争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费达这边的老师 都是科班出身 很有经验的老师来教这些AP课程 这还不说 一般课程的内容是三月份 三月底四月初就已经上完 后面留下的这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干嘛 五月份的AP考试的准备课 OK 所以所有上A这个费达教育 这些AP学分课的学生 最后老师还专门给你们 应试的部分还要做准备 所以为什么五月份的AP考试分数 都比加州和全国的各个科目的 这个这个考高分的比例要高得多 OK 这个也是费达为什么这些AP学分课 每一学年越来越多的学生 选择这条路 OK 有的是学校的老师一塌糊涂 根本就没有这个教AP课的 这个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吧 有的可能是学校课程 schedule 不一定学生有合适的机会去上 他们想上的AP课 各式各样的原因 飞达暑假开的AP学分课和学年期间的AP学分课 都是每年可以说学生可以享用的很好的平台 那么今年秋天的开始开学之后的学分课 是九月初九月大概第二个礼拜开课 所以希望在学习方面要早一点抓住这些机会 特别利用九年级十年级学生 早一点开始AP课的学生 一定要考虑早点开始规划这方面的事情 不能等到十一年级十二年级 看到大学生理表上 有这些各个方面具体的要求 我前面提到那七点 实际上都是学生上更多的挑战AP课程的 很好很好的依据 原因所在 不是说飞达学院的老师推荐上AP课的 这个绝对是现在升学这条路上 更加王牌的这个学术竞争优势的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前面提到的对吧 光有学术竞争优势肯定是不够的 而且学术竞争优势里面也不只是AP课程 今天我没时间讨论这个学术比赛 像各式各样的奥林匹克竞赛 对吧 奥数比赛等等等等 和科研项目的这种特别的机会 这也都是高中生提升自己 学术竞争力的很好的两大类的活动 那我就专门就别样的这些所谓 你的参与所谓关注他人关注社会的情怀 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等等 各个方面这些机会 我就简单过一下 比如说今天寒假 我们继续的这些扶贫的项目 或者说公益活动 那这个尼泊尔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小额贷款的项目 和各式商家生态保护项目 对吧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非常挑战的 针对高中 苏中生专门设计的公益活动 那local也有不少 对吧 你像这个我们北加的 Green Prosperity Club 对环保方面做出了很多很多 很有意义的贡献 也欢迎更多的学生参与他们的行列 这个Electronic Art Club 对吧 在综合学生对 对Technology Computer Science 和对Creativity Creative Arts这方面 有兴趣的学生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社团 对吧 有UCLA的名教授 亲自指导 Public Health Without Borders 对吧 学生对Life Science 对生化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等等等等 我就不一一去介绍 这些社团的活动了 我就赶快过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讨论 这些课外活动的东西 那希望有兴趣的家长 对吧 尽早的跟飞达 各个学习中心联系 那我这里呢 也会给大家提供这个联系的方式 当然所有这些前面提到的 对吧 不管是学术竞争优势也好 还是课外活动方面 公益活动方面 甚至科研方面 对吧 这个我们跟富兰克林基金会合作的 美联的这个 Scientific Research 包括文科 理科 工科 各个方面的 甚至商科方面的这个 科研的机会 对吧 也是学生提升自己学术竞争优势的 很好的一个平台 那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好了 临门的一脚 对吧 特别是现在已经马上升12年级 马上要面对大学生 已经挑战的学生 一定不能把最后这一步 给耽误了 你前面做得再好 满场飞踢足球一样 对吧 最后 临门一脚没踢进去 非常的可惜 所以就说就算前面是很有竞争优势 很优秀的高中生 12年级大学申请这件事情 一定不能忽略了 好好的把自己各个方面文书的东西准备好 那这个是贝达这几年专门出的 这个大学申请的文书集 对吧 今年9月份还会有第二版出版 全新的针对这个疫情这两年期间 一些独特的挑战 对吧 有些学校新的这些作文题目等等 和新的这些申请平台 对吧 又该怎么去梳理自己文书 会有专门的专家指导 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 讲座的内容就到此了 那这个有兴趣 关注飞达的这个 每一个月的这个教育讲座的家长和学生 也可以 直接参调我们的这个9月9号 和10月7号的量场讲座 针对最新的这个申请季节的一些 值得学生和家长关注的东西 我们专门有专题的讨论 好 谢谢大家 那如果家长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这个奥尔玛 也欢迎直接跟我们飞达各个学习中心联系 好 那我再次谢谢世界日报 能够给我们飞达教育 今天这次机会也很高兴 再次跟家长分享一下我们正多年的经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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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